据上海证券报10月17日报道 10月16日有消息称 威马汽车创始人董事长沈辉借口参加德国慕尼黑车展 随后转机直飞美国纽约 远走海外留下高达近400亿元的投资核债务 以及被借薪的威马员工 有接近沈辉的人士透露 沈辉却已不在国内 2023年春节后就没有在公司公开露面 其家人也于此前迁居美国 有人在慕尼黑看到他了 但即使去了慕尼黑 他之后也是回美国 沈辉微博在9月10日发文称 这周出差去了慕尼黑 然后纽约 好事多磨 静待花开 不过 该条博文发布地址为北京 截至10月9日 沈辉发布的每条博文显示发布地址 也均为北京 有接近沈辉的人士 对上海证券报记者透露 有专人帮助沈辉在国内发布微博 所以 动态发布地址 均是国内地址 微马汽车已申请破产重整 10月10日 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显示 微马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申请破产重整 办理法院为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但在9月底 一位微马汽车工作人员 曾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 微马汽车还在寻求新的支持 微马汽车创始人沈辉 也在海外推进公司在出海市场的布局 16点12分 微马汽车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告知函称 鉴于微马公司仍具有商业价值和挽救价值 公司治理结构上完备 具有基本自主谈判能力 部分债券人也有重整意愿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7日 受理了微马汽车科技集团的预重整申请 资料显示 微马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 法定代表人为深扑以注册资本60亿人民币 风险信息显示 该公司存在20多条被执行人信息 被执行总金额超1亿元 此外 微马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持有的多家公司股权已被冻结 累计数额超百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 在9月21日 黄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湖北星辉新能源智能汽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星辉新能源启动重整程序 并指定了律师事务所 对于星辉新能源进行审计和资产评估 根据其查查信息 星辉新能源为微马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烧光410亿元 三次冲击IPO失败 作为国内最早一批造车新势力 微马汽车一度是资本市场的丑 根据公开资料 微马汽车共进行了A制地轮12次融资 累计募资超410亿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百度 腾讯 以及红杉 SIC量化交易金融公司等明星资本和各路国资的投资 而魏小李在上市之前 融资金额均未超过200亿元 尽管投入了数百亿资金 但微马汽车距离上市始终差了临门一角 同时在长期投入之中 微马汽车的资金逐渐耗尽 根据微马汽车此前披露的招股书 2019至2021年 其归母精利润分别亏损44.45亿元 50.84亿元 以及82.05亿元 三年间共计亏损174亿元 2021年 微马汽车实际已资不抵债 在面临资金缺口的背景下 微马汽车一直在寻求IPO首次公开发行 并先后三次冲击IPO 9月10日 微马通过官方微博表示 经过深思熟虑 微马汽车资源中指 与Apollo出行 港交所上市公司 在港交所的RTO借壳上市进程 这标志着深陷泥沼的微马汽车 第三次冲击IPO失败 但微马汽车仍未放弃 据开心汽车微信公众号消息 9月11日 开心汽车宣布 已与WM Motor Holdings Limited 以下简称微马汽车 签署了非约数性并购意向书 计划增发一定数量的新股 并购其股东持有的100%股权 有观点认为 以增发新股的方式并购股东股权 实际上等同于换股的方式 让微马汽车借壳 开心汽车实现美股上市 这也是不少企业 在美国上市的最常用的模式 对于微马汽车所处的困境 9月25日 美日经济新闻记者 也向微马汽车在职工作人员 进行了一一求证 网传信息不实 我们搬家了 换了新的办公地点 创始人确实是人在海外 正在推进一些事情 目前我们和开心汽车的并购事宜 也在推进之中 很快就会有进一步的消息 其他的事情目前还不太方便告知 感谢观看